张女士是杭州富洋人 她说2017年经过朋友介绍 她到富洋江宾西大道 一家叫做可诺丹亭的美容院消费 一开始做一些美容项目 后来又被推荐了不少其他项目和产品 就是在消费过程当中 然后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各种 秀眉 唇 然后说有内衣什么的 有那个黄金虫草 和黄金茶 基本上每次都会买一年的时间 在那里前前后后加起来 应该是有毛五十万 张女士带来了几套内衣 一个补品的空盒 还有一些美容产品 她说这些都是在美容院消费的 但自己使用之后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内衣前前后后 一共跟我推销了六套 一共是毛二十万 可以给减肥 然后可以治疗公寒 然后可以把脂肪可以提臀 然后可以封胸 穿了之后还是老样子没变 吃的东西就是可以重草 用完之后没有 反正我身体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好的感觉 就老样子 想想看可是不是被他们给忽悠欺骗了 张女士觉得自己这几十万块钱花的不值 希望对方能够退钱 她之前消费的可诺单亭门店 营业执照上的名称是杭州富阳区 富春街道 洋洋美容院 找到门店注册地址 玻璃门锁着 张女士说 附近还有一家招牌为可诺单亭的美容院 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和洋洋美容是一起的 工作人员表示 张女士消费的文媒 虫草 内衣等项目 他们不太清楚 负责人也不在 随后记者拨打了洋洋美容院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表态 接下来愿意和张女士沟通协商 不过关于张女士对消费项目的质疑 没有做太多说明 她这个内衣她说十几万块钱 有这么贵吗 她是私人定制的吗 但你去有一间商场里面的话 私人定制的她也是这个价格呀 那她那个眉毛是开运眉是什么回事啊 那你说的话 这种东西我觉得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说法嘛 对不对啊 就看有些人自己的话 他是怎么想的咯 记者从杭州复阳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目前鸡查大队已经介入 188黄金验记者报道 暗号 暗号 约 没有 那